Hello 大家好 我是Karen C.C. 歡迎來看我的翻箱倒櫃 Let's go Welcome to Karen C.C.的二手拍賣會 現在可以下標了 沒有了 我只是 kidding 其實我的衣櫃裡有非常多二手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在高中學期的時候 就開始去逛二手店 這個包包它就是二手買的 這個二手的包包呢 是我人生中第一個買的 用自己的錢買的名牌包包 然後呢其實我是跟我的一個朋友 在東區逛街的時候 剛好逛到了一家日本的二手店 結果呢我們兩個人同時都看到這個包包 然後我們兩個人都很想要 就想說到底要不要買 到底要不要買 然後它後來放棄了 所以我就馬上把它給搶過來了 它有一點點小瑕疵啊 就是旁邊的這個皮這邊有一點點褪色 但是我覺得 overall它的 condition非常的好 然後價錢非常的合理 OK 所以一個摩羯座的我 非常省錢的我 我就把它給買下來了 人生的第一個二手的包包 在買完這個包以後 我又看到了這個 Oh my gosh 你覺得女生看到這個會不想買嗎 其實這個包包 原本是應該要出現在 I hate you one thousand 那個MV裡面的 因為我的那個MV裡面 也有穿 剛好也是Dior 然後我就覺得 哇很配 粉粉粉粉粉 少女 但是後來因為我出門太急 所以我就忘記帶這個包包 所以它就沒有出現在MV裡面 我的墨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呢 這種完全就是不能正式的戴 要不然就是會很stupid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半戴不戴 非常有勢的感覺 like this you know 我覺得這個墨鏡很像蒼蠅的感覺 其實我個人真的很喜歡墨鏡啦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平常 是很懶得打扮的人 你穿一個什麼white t-shirt 加一個牛仔褲 你最好的飾品就是墨鏡 然後我覺得墨鏡 其實大家如果想要找這種的話 可以去夜市買 不要小看夜市 夜市的墨鏡可是很fashion的呢 我也是有比較可以正帶的墨鏡啦 像是這種就可以正常的戴它了 也是很復古的一個感覺 這款也是蠻酷的一個piece 就是可以一下子讓別人注意到你的方式 就是這個 但是不建議跟男生約會的時候 第一天就帶這種東西 because they don't know they don't know fashion ok 這個項鏈 詢問度非常高的項鏈 其實它是我媽媽的 很酷吧 我媽媽非常的fashion 其實是在我去年回LA的時候 我就在翻它的那個衣櫃 然後我就發現 哇怎麼這麼帥 又翻到了一個這個東西 其實它是掛在筆上面的一個小配飾啦 但是我覺得很酷 所以我就把它給掛在我的項鏈上 然後它就變成了一個 獨一無二的Karen CC的項鏈 我的最愛 這個是我最近買的一個東西 So cool 我這樣走到一個party 你會不注意到我嗎 No 你一定會注意到我 因為你可能以為我是幫你洗碗的那個阿姨 哈哈 No But this is cool man 好 我決定我要帶著這個 介紹我接下來所有的東西 ok 這個呢也是一個很有事的一個圍巾 最近新買的一個東西 你去把它蓋在頭上 蠻可愛的啦 就真的會有人這樣帶 其實它帶法很多 喔 還有最近很流行把它變成上衣 辣妹都會只穿這個 真的很流行 但是我是不敢這樣穿啦 很怕它會掉你知道嗎 但是它的用法很多 也可以掛在褲子上 Whatever你想要幹嘛都可以 很好用的一個飾品 這雙是我最近買的 前兩天才買的 SATIN ONE 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 SAT OK 這雙鞋子呢 我會買它的原因是因為我最近還蠻喜歡 穿一袋的 因為我覺得女生穿一袋還蠻好看的 然後它也很好配衣服 這個Jordan 只有這款是有出給女生的 所以我就有買了它的 最近也有購入這一雙 因為我想要這雙很久了其實 但是一直都下不去手 因為價錢就是有一點 expensive but 我前幾天在逛西門町的時候 哎呀 剛好看到了一雙二手的 然後價錢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我就把它給購入了 然後剛好也是我的size 然後我覺得它可以搭配寬鬆的褲子啊 或者是牛仔褲啊什麼短褲裙子 我覺得都還蠻好配的 所以推這雙 因為我朋友的妹妹她剛好是一個 Niggerhead 她是一個鞋頭 這雙的size 女生的size比較少 然後她就以很便宜的價錢買給了我 這雙我很少穿 因為它其實很舊 然後我很怕它穿出去就會 壞掉還是幹嘛的 所以除非是有工作或者是 想要show off還是幹嘛 I don't know 我才會穿這雙鞋 然後跟她妹妹買的 還有一雙就是這個 GMP7 這一雙其實應該算是我 最喜歡的一雙Jordans吧 因為它是我最早期剛開始 對球鞋有興趣的時候買的一雙鞋 但是好像這雙鞋是有一個story的 它是為了慶祝Michael Jordan 在92年的一個Olympic 代理比賽的冠軍 But I don't know I just think it's cute 我不是一個sneakerhead 我就是買鞋子 只是因為它好大衣服 我才會買 現在要給大家介紹些我的衣服了 Let's go 這個牛仔褲呢 我覺得它的design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上面有很多各個國家的紙鈔 所以我覺得蠻酷的 然後它也是一個二手的 是我在士林的一家二手店裡面買到的 然後它size什麼剛好都很fit 就是腰剛好很小 所以就可以fit的進去 我覺得還蠻好的 一個高腰牛仔褲 推 推 這個呢就是一個比較 男性一點的上衣了 對我覺得就是女生穿這個 很好搭配啦 就是如果你下面想要比較sexy 你就可以 就是裡面可能穿個短褲 你就可以秀出你的長腿 或者是搭配一個像是這樣子很大 寬鬆的牛仔褲 我覺得都很帥氣 百搭男生T 男友T 這種T-shirt 女生的衣櫃裡面應該都會有一個吧 因為我平時其實很喜歡穿男生的衣服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 男生的衣服女生穿起來就是 比男生好看 對 所以我都會買一些男生的物品 像是這個 它原本是長袖的外套 但是被店家改成了一個 像是背心一樣的東西 C 女生也是可以帥氣的 Good OK 然後我當然還是會有些正式的衣服啦 像是這個 它是一個我在美國的二手店買的一個外套 然後當時我就覺得它 顏色還有材質都還蠻酷的 它這邊有墊肩 因為我買西裝我都會喜歡 有一點墊肩的感覺 就是會比較有氣勢霸氣的感覺 對 所以我就把它給買了下來 這個褲子我覺得它還蠻酷的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它上面這邊非常高腰 然後它這裡有一點束腰的感覺 所以會讓你的腰看得去比較瘦 然後下面是喇叭褲 對 因為我身高比較高吧 所以我通常都會喜歡穿比較喇叭褲的東西 就可以顯得腿很俏 哇 這套我應該只穿過一次吧 Vetmon的一個衣服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貼啊 完全不能有任何的肥肉出現 所以那個時候吃的就比較少 為了這套衣服 因為它實在是太貼 然後材質又很薄 真的是高斯女樂人你知道嗎 但是很有氣勢 我覺得很好看 我人生中第一個得到的獎項 就是在精英獎 然後就是穿了這套衣服 其實當時得獎的時候 我還蠻驚訝的 就沒想到 竟然是講到了我的名字 其實我當時已經準備好 拿著我的包包就已經走了 因為說應該不會叫到我的名字 結果沒想到他們叫到我的名字 我就穿了這套非常漂亮的戰袍上台了 但是下台的時候走錯了邊 沒關係 下次我就知道了 Yes Pretty 還有一個外套呢 是一個在二手店買的 跟了我很久很久的一個外套 就是從美國搬到台北這邊 其實已經有四五年了吧 我都會一直戴著這個外套 不知道耶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他給我一個家人的感覺吧 就是因為他跟我太久了 所以我不管去什麼國家 或者是什麼地方 我都會想要戴著他 因為他會讓我覺得我的家人 都陪伴在我的身邊 好感人 他是一個男生的一個 算是棒球外套吧 然後你看真的是很有年紀力 裡面都是已經泛黃了 所以他真的是有一段時間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會keep一輩子的一件物品 就是這個外套 reminds me of home OK 介紹完這些衣服呢 其實我想說的是 我以前其實是一個非常不會打扮 然後不愛打扮的一個女生 因為我很小的時候 就來到台北這邊 為了我的音樂 為了我的夢想 剛來的時候我會發現說 哇 原來周圍的人都這麼的漂亮 這麼的有自己的風格 我會很羨慕他們 我也希望我有一天可以找到 屬於我自己的風格 慢慢的透過這些時間的累積 我也更了解我自己 然後也找出了一個屬於我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真正的時尚 應該就是你自己喜歡 你自己覺得有自信 你覺得穿起來我就是舒服 我就是Number One的東西 就是Fashion So yep, this is my fashion Yep